无情三人带着武林至宝金梅瓶 要和林洛石交换诸葛神侯 哪知林洛石指向身后的棺材 把铁手给下得不轻 还以为诸葛神侯已遭毒手 无情认为没有得到金梅瓶 林洛石不会杀了诸葛神侯 于是派遣冷血前去查看 冷血用力推开棺盖 见到了昏睡过去的诸葛神侯 面对冷血的出言威胁 林洛石根本不吃这一套 竟然命令兔大师几人 将棺材给定起来 冷血见状慌忙阻止 质问林洛石这是什么意思 林洛石不愧是老狐狸 只是一招就化被动为主动 将无情三人轻松拿捏 要三人先行拿出金梅瓶 无情三人商量一番后 还是妥协拿出了金梅瓶 林洛石接过金梅瓶 确认金梅瓶是真的后 也信守承诺带人离去 将诸葛神侯留了下来 时间来到两个时辰后 诸葛神侯清醒了过来 他除了身体有点虚弱之外 并没有感到任何的不适 无情却认为事情应该没有这么简单 林洛石肯定有其他的阴谋 对了 他有没有对你做些什么 他昨天到大牢里来 为我服了一颗药丸 医父 你还记得那是什么药吗 林洛石说是昏睡药 以我对他的了解 这个药丸绝对没有那么简单 诸葛神侯也敏锐地觉察到 他服下的药丸不是昏睡药 嘱咐无情几人要小心提防 而冷血见诸葛神侯脱离危险 他又在卧底期间占有了诸葛清清 根本没有颜面面对无情 因此选择悄悄离开的忠义堂 把诸葛清清给气得不轻 冷血我恨你 你怎么会是这样 说走就走 留下我一个人 怎么去面对大师兄 诸葛清清非常的矛盾 他深爱着大师兄吴晴 可又放不下夺走他第一次的冷血 如今冷血离开了忠义堂 剩下他一个面对吴晴 让他顿时有些不知所措 幸好吴晴看出诸葛清清的异状 已然猜出了一些端倪 在吴晴的安慰下 诸葛清清总算是安定了下来 时间来到两天后 诸葛神侯的病情突然加重 让吴晴几人担心不已 师父 有点 我还是 留事 生活的内脏 诸葛神侯嘴里说得轻松 实际上他的情况很不乐观 就在几天后 诸葛神侯竟然失去理智 如同一头发疯的猛兽 若不是吴晴三人及时出手 替诸葛神侯倒计归原 诸葛神侯恐怕会立即而亡 更令人不解的是 诸葛神侯清醒后 根本不记得发生了何事 刚才发生什么事呢 刚才您想发疯了事呢 我们三个 费尽的力气给您挣扎 走 诸葛神侯虽然不记得做了什么 可听铁手几人的叙述 发觉事情明显有些不对 而在之后的一段时间 诸葛神侯的身体每况愈下 时不时就会渴出大量的鲜血 自觉时日无多的诸葛神侯 决定留下一封书信给吴晴几人 吴晴爱徒如沫 为师自知 来人多 但 仍有夙愿为了 往吴徒 代为大成 诸葛神侯将自己的夙愿写了出来 放进了信封里面 他对吴晴两人说出实情 恐怕他已经时日无多 诸葛神侯将信交给了吴晴 这也为以后做了一个铺垫 成为了击败凌落石的有力后手 时间来到半个月后 诸葛神侯再次发生一遍 他明明很喜欢诸葛轻轻做的饭菜 如今却是毫无胃口 根本没有半点的食欲 这让诸葛轻轻和吴晴都十分的诧异 可能师父 还没有完全康复 见不得油腻的 或许换一点清淡的 就会有胃口了 姐姐 你再去买一条鱼来 炖一点鱼汤给师父 好 我这就去 诸葛轻轻按照吴晴的建议 去市场买来了两条活鱼 哪只诸葛神侯见到活鱼 竟然做出了令人瞠目结舌的举动 刚才我和清清一起去买的 很好的